说一下啊 刚才说了一下这外边剧的折叠的一个问题啊 咱们刚才呢 没录上是吧 没录上咱们先不管它了 到时候下午再给它补一个 然后咱们再说一个别的 除了这个外边剧折叠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 看一个也是一个挺重要一个 就是也挺重要 但是挺简单一个问题 叫什么呢 我们这个默认的一个样式 默认样式什么意思 这里边看着啊 我来一个DIV DIV我来一个class 来一个这个box 一 然后我这写一个样式 style 来一个点 一个box 一 YS来一个100个像素 HAT也来一个100个像素 然后来一个background color来一个警号 BFV 保存contact运行 你会发现我这创建了一个100 乘以100的这么一个方形的这么一个DIV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 我这DIV吧 你看它是不是贴着边的啊 默认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距离啊 就好像默认 是不是就自带了这么一个 外边剧似的啊 外边剧似的 然后再看啊 来一个P标签 我是一个这个段落 咱们为了看得清楚一点呢 给它也来一个颜色 P标签 来一个background的color 来一个yellow 保存 他们这一刷新 走你 你发现 我这P标签 这也有一个距离 是吧 它则这个DIV之间 是不是也有一个距离啊 咱们多写几个啊 多写几个P标签 来走 走 保存 一刷新 你看P标签和P标签之间 是不是也有距离啊 好像他们之间都有这么一个 外边剧似的 而这个编剧 我有没有设置啊 没有设置 来 再看 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UIL UIL里边放的是 LI 这叫什么呀 是不是无序列表啊 来走你 保存 咱们再看 一刷新 走你 发现什么了 你看我这无序列表 是不是贴着边的 它是自动有这么一个 缩进的效果啊 那你好像什么呀 是不是这一块 它是也有一个这个 外边剧啊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啊 或者说这外边剧 我有没有设置啊 没有设置 没有设置 这东西哪来的呀 那咱们先要确定一下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吧 那怎么确定啊 来点开我们这个工具 干嘛呢 打开我们这个啊 这叫什么呀 查看我们一面元素 一选中 我们先看我们这个DIV 一选它以后 那么我们这不是有一个布局啊 点这个布局 可以直接看我们当前 一个合蒙形 看我DIV的合蒙形 内容区100乘以 100那边剧有没有 编画 没有 外边剧是不是都没有啊 那证明这个距离是DIV的吗 不是DIV的 那这距离是谁的呢 那不是DIV的 是不是应该是DIV的负元素的呀 来 往上点一个 点一个BODY 点完BODY以后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这个BODY的一个什么呀 核子模型 你来看内容区是一个1333乘一个311 那边剧干嘛呀 没有 边框 没有 但是注意干嘛了 有一个8个像素的4个方向的外边剧 但是注意了 这个东西我设置了吗 没有设置 没有设置是哪来的 是不是浏览器默认给你加的呀 这东西都是什么呀 浏览器默认添加的样式 再来看我们这个P标签 P标签你看上下是不是都有一个距离啊 这距离我设不设置啊 没设置 我们来看他有没有 我一选他 一看 核模型 上边16是不是 下边16啊 那边块 还有这个那边剧都没有 你可以发现 他是不是自己都带了一个16个像素的一个 外边剧啊 是垂直方向的外边剧啊 咱们再来看 我们这个无需那边 选重摊 我们现在看的是Li Li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网上找找谁呢 找我们这个 Ul 哎呦 Ul上下16个像素的什么呀 外边剧 还有什么呀 左边40个内边剧 还有一个什么呀 下边 这不是这不是把这是内容区是吧 下边是没有啊 就一个左边一个内边剧 我们发现 他是不是都有一些内边剧 或者是外边剧啊 那这些都是哪来的 都是哪来的呀 哎 都是浏览器的一个默认样式 所以这块注意 你说浏览器什么呢 哎 浏览器为了什么呢 为了在我们这个页面中没有样式时 哎 也可以 哎 让我们这个什么呀 哎 让我们这个页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什么呀 哎 显示 效果 那什么意思呀 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设置这个东西 但我们想想 如果现在咱们就拿这个来说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我这东西都都应该干嘛的呀 是不是贴到头的呀 然后这个段落和段落之间会不会 是不是就会贴的比较紧呀 无需类表他应该干嘛呀 是不是也是贴到头的呀 哎 那这块堵起来干嘛呀 就很 贴劳浏览器为什么给我们设置一个默认样式 就是干嘛呀 确保你即使你的页面里边没有样式表 我也可以给你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基本样式 也就是让你的页面是一个什么样 基本是可以干嘛的呀 可毒的啊 基本可毒的 所以他给你干嘛了 设置一些默认样式 哎 所以注意 浏览器为了在页面 没有样式 也可以 也可以有一个什么样 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显示效果 所以什么呢 所以他为很多的这个标签 很多的这个元素都干嘛呢 都设置了什么呀 一些默认的这个margin margin和什么呢 和这个拍顶啊 默认的margin和piding 但是我们想想 这东西我们开发的时候 我用不用啊 我们是不是要用我自己的样式表 我不想用他这个样 哎 那所以这里边我们来说 而什么呢 而他的这些默认样式 哎 正常情况下 我们什么呀 我们是不需要干嘛的呀 不需要使用的啊 不需要使用的 所以什么呢 那我们就我们说了 有他们是不是给我们碍事啊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呀 哎 所以 哎 我们 往往 在什么呢 在编写样式之前 需要干嘛呢 需要将我们这个浏览器中的这个默认的这个margin和这个拍顶干嘛呀 哎 通通的去掉了 哎 通的去掉 那问题就来了 那怎么去呀 哎 比如说我们来看 刚才我们看见谁了 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这个body有一个什么呀 body是不是有一个八个像素的外编具啊 那这玩意好去啊 直接来什么呀 来一个body body来一个这个margin来什么呀 零保存 一刷新走你 是不是贴了下来呀 哎 我们看到什么呀 我们看到这个p标签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这个16个像素一个什么呀 外编具 那么干脆来什么呀 来一个这个 p 也来什么呀 也来一个margin来什么呀 零 我一保存 一刷新 走你 p标签是不是也贴过去了呀 哎 刚才我们还看到了 uil是不是还有一个外编具 还有一个什么呀 内编具 那我怎么办呀 哎 来一个 uil 来一个margin 0 再来一个piding 0 是不是就行了呀 保存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也去了呀 哎 虽然去是去了 但是发现 是不是好麻烦呀 我这去了半天 是不是刚去仨呀 那其他的样式 有没有可能也有啊 其他标签 是不是也可能有啊 这么去去一辈子 是不是也去不完呀 哎 所以那你看 我去的都是什么呀 是不是都是margin 或者是piding啊 那我们说了 是不是任何的元素 我们都不希望有margin 还有piding啊 哎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选择器 可以选择任意元素 有没有啊 哎 是不是有一个星号啊 哎 叫做什么呀 我们那个通配服 通配显向器 我一来一个星号 是不是所有元素 都选中了 哎 然后这来什么呀 margin 零 再来一个piding 零 那这样什么效果呀 是不是都没了呀 哎 都没了 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还是一个效果呀 哎 所以一般我们写代码 人家都会加这么一个东西 叫什么呀 哎 叫做清除 我们这个浏览器的一个 默认 样式 哎 默认样式 但是主要清除的是我们这个margin 还有什么呀 piding 但是我们说了星号 这个什么呀 性能不是 不是很好啊 不是很好 以后我们还会说一种其他方式 那这种方式我们暂时先这么用啊 去除我们这个浏览器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样式啊 默认的样式 好 那这一块呢 我来停一下